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买了一根山药和一条黑鱼 来跟大家分享一道特别美味的家常菜 黑鱼要多吃少 不过它表面上会有一层粘液 我们先把它处理干净 我们先用刀给它表面多刮几下 把那个粘液去除掉 也能更好地去除腥味 粘液刮干净之后 我们必须把里面这些血水残留的内脏给去除干净 像这些血水一定要去除掉 处理干净之后来把黑鱼切块 黑鱼又多没有小刺 特别的好吃哦 开好后放到大碗中 下一步给它调个味 加入适量的盐 调点胡椒粉 一小勺的蒸骨 来少许的蚝油 再来一点点的花生油 把它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现在来处理山药 先把它的皮给削掉 会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戴上手套哦 饼头不怕痒 修好皮后把它冲洗干净 记得把它切成滚到块被油 稍微均匀一点 准备一点姜蒜切粒 最后来切个红椒搭配一下颜色 热锅下油 油热后倒入姜蒜粒爆香 爆香之后把我们腌制好的鱼倒进去 给煎一下 我们用来焖的鱼 一定要给它煎一下 吃起来才够香 但是也不容易煎得太多 煎至定结后再给它翻一个面 煎香后淋上一点生抽 再来一点料酒 再加上三碗的清水 接着把我们准备好的山药给倒进去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后 调中小火 给它焖上10分钟 好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把火调大 淋入一点点的老臭调色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红椒放进去 轻轻的给它翻动一下 把汁收干 好了汤汁已经收干 关火出锅 这道山药焖黑鱼做好了 鱼又嫩滑入味 山药吸收的汤子特别的味美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吧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